我好激动 哈喽大家好我是布林达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开箱视频 那开箱的东西呢就是我的新的Vlog的设备 那我这一次是在双11的时候 在京东上买了一台新相机 然后在淘宝买了一个新的话筒 还在Amazon上买了一个新的三脚架 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 其实就是一套非常完整 非常优秀的Vlog设备了 我现在好激动 那这一次我买的相机呢 是佳能新出的M50 是一台佳能新出的非常优秀的一台相机 特别适合拍Vlog的相机 那首先为什么我要买新相机呢 那是因为我现在在用的相机呢 是佳能的G7X Mark II 也是一台我非常喜欢 然后觉得非常好用的一台相机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要出门到外面去拍视频的接位 其实还挺多的 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一台佳能的G7X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不可以外接麦克风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出去拍视频的时候 毕景音就会非常大 非常吵 然后我要对着视频说话的时候 就需要声音非常大的 就相当于是吼出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一台 能够外接麦克风的相机 那佳能的M50就有这个功能 然后它也同时有很多其他的亮点 比如说它可以拍4K的视频 然后它的自动对焦能力非常强 然后它其实体积也很小 重量也很轻 所以其实是非常适合拍视频 拍Vlog的这样一台相机 这一次双11的时候 这台相机在京东上的价格非常棒 算下来其实比新加坡便宜了将近1000多块人民币不值 所以我就在双11的时候把它买下来了 那另外两样开箱的东西呢 一个是我的外接麦克风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新买的脚架 好 那现在我就要开始开箱了 我已经等不及了 先来开我的相机 这个其实是在京东上买的 然后我不知道它为什么 给我用一个小米的盒子装着 打开了 有一本这样的书 我买的好像是佳能的相机 可是它给我的这个杂志是尼康的杂志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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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我买的是黑色的 然后是买的带镜头的这个套机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送的相机包 这个相机包还不错耶 光学清洁套装 应该是擦相机的版 直接来开这个相机了 哇 好激动 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贴纸 本来这个上面写的是佳能 然后你一撕开 就会写成已开封 应该就是为了防止别人在运输过程中 把它打开什么的 高级 打不开 产品合格证 使用说明书 有一个小的背带 充电器 我现在是没有装那个镜头 然后重量其实很轻耶 之前有在网上看过测评说 这台机器的机身的塑料感还挺重的 我这么一拿感觉是有一点 我买它的原因之一 翻转屏 超棒 好 现在把镜头拿出来装上去 这个应该就是镜头 装好了 好 现在已经装好了 是这个样子 这样就感觉比刚刚重了很多耶 这个镜头还是挺沉的 好开心 我觉得我这个视频拍出来可能会有一点 疯疯癫癫的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我再把电池装进去 它这个佳能的电池啊 到目前为止我有三台不一样的佳能的相机 它们的电池都长得不一样 现在把它装进去 给你们看 我一定会好好爱惜这台新相机的 那我现在赶快再来把另外两样东西也插一下 这个是我在Amazon上买的脚架 因为这个到的比较早 前两天就来了 所以已经被我扣开了 那这次买的也是Joby这个牌子的 那个章鱼 章鱼 那个墨鱼 章鱼 大章鱼 可能就是那个 哦 猩猩猴子 猩猩三脚架 章鱼脚 八爪鱼 对 八爪鱼脚架 然后我这次买的是3K kit 就是能够承受的重量是三公斤的 我之前一直在用的那个脚架是一公斤重量 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那个脚架就变得很不稳 然后现在其实已经完全放不稳了 所以我这次买了一个大一点的 希望它能稳一点 但是其实我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太大 一个说明书 一个不知道干嘛用的塑料可可 好像没什么用 这就是我的脚架 这个脚架我觉得有一点点太大了耶 然后它主要是它自己本身就还挺重的 它是有一定重量的 可能我这样拿着 然后上面再放个相机 再放个话筒 能行吗 我的胳膊 然后它这个上面是有一个云台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快械的装置 就是你把相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放上去 然后按这个按钮 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所以就还挺方便的 这边也有一个水瓶仪 就可以测它有没有放平放稳这样的 这个我准备先用用试试看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需要一个小一点的脚架 可能有点太大了 好 现在来开今天的最后一个包裹 这个也是我期待了很久 然后我想买很久的东西 终于买了 里面是这样子的 我买的是这个Rode 这个牌子的叫做VideoMicro 这个小小的话筒 其实我对这个没有特别仔细的研究 但是我大概的看了一下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认识的YouTuber在用这个 然后它又小又轻便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然后店家送了一个这样子的小盒子 应该是可以放的吧 有一个这个话筒套 这应该是可以把它放在脚架上的一个转换头吧 然后还有两根不知道可以干嘛的线 很长的线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然后还送了一个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有一个小脚架还挺有意思的 它就是一个塑料感非常重的一个脚架 然后这个是店家送的 不过它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 它这样装 你就可以拿着当一个手持的脚架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打开 变成 变成一个可以立着的脚架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个赠品我觉得还不错 好 我来开我们的主角 这个小话筒 看这边 这个大毛球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一直都来用的 它其实是一个防风罩 哇 好好好好 好fluffy 好好玩 那它真正的这个麦克风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这么一点点大 这个盒子里还有这个 这个是它的一个稳定器 这样你拿着相机晃动的时候 就算晃动了 但是也不会影响到它这个声音 所以是个很有用的东西 然后就是这根线 就是可以连相机的 好 进去了 扭紧就好了 好像装反了 OK 这样就好了 这个地方是可以装话筒线的 我要把这个毛球球也放上去 看起来比较厉害 再把我的脚架也装上 有点重了 好 现在我已经把今天 我开箱的所有东西都打开了 然后已经全部都装好 就是这样一个配套组合 那这个组合呢 我觉得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 非常够用的一个Vlog的装备了 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重 不过还是很爽啊 我把这个打开 好了 那今天这个开箱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 感觉我今天可能有点太激动 然后说话录视频都有一点太嗨的感觉 希望你们可以见谅 那这一套呢 就是我这一次新买的全套的Vlog装备 那我会把这三样东西的具体的名称什么的 都放在我的描述栏里面 那如果你们也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那今天这个简短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开箱的喜悦的同时呢 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现在最新的这一套的Vlog的设备 那希望今天这个视频你们还喜欢 你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然后记得点下面的subscribe来订阅我 这样以后我所有用它拍的视频都可以看到了 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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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